不让历史失真 东欧史专家惊艳 讲述龙系艰苦岁月 几年前 他开始写回忆文章 2020年春节集成 艳过刘生 我的青葱岁月初把 他一直认为 和自己从事的有关苏俄史 东欧诸国经济社会转轨 俄国知识分子等学术研究相比 这类随比属于可有可无的闲闻 没想到却受到了朋友和读者的肯定 和在线追等 66年人生里 大概没有哪一场雨 会比1994年北京城的那一场 让学者经验更接毁和心痛 那年经验结束波兰的访学 调进北京 到中央编译局工作 当时单位给他分的房子 在北外附近一幢六层红砖房里 意味空间狭窄 他把一些不常用的东西 挪到了阳台上 谁料碰上一场瓢泼大雨 家里没人 门窗敞开 屋里林的狼狈不堪 回家后 金燕急慌慌地抢救 被雨打湿的书籍 却忽视了阳台上的旧物 很多天之后想起来再看 年轻时和父亲的通信 自己的日记早已发霉板结 笔记吊骰 晕染成一片片 无法挽救 身为西北局干部子弟 金燕经历过票证时代的短缺经济 目睹了老辈人的公私和营 以及全家下放 从相对舒适的大员班到干旱苦寒的甘肃定西 一系列政治运动 工农兵学员的光环与失落 统统都没落下 两代人的书信和日记成为历史的名正 起初并没有太往心里去 觉得当年那些优质的笔触 带有浓厚时代语言痕迹的东西价值不大 算不上什么太珍贵之物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对个体记录的感悟 每每想起来都会心痛不已 如果有这些文字材料作为辅助 帮助回忆就会准确容易得多 金燕爆汗 直到父亲去世 二十多年后的如今 金燕都常常会梦见 自己用电脑帮父亲抄写检讨 我 在梦里 跟他说 有了这个东西就方便了 再也不用一遍遍地抄写 改正 那个时候搞纸改的 真是一塌糊涂 因为你写得老通不过 明明自己没有的东西 非要上纲上线 是非常痛苦的 遗憾不止一桩 父亲当年受到批判 今夜小时候 经常听到议论 除了大环境使然 还有人性恶的一面作祟 等他想把 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 父亲已经得了脑中风 丧失了语言功能 再往后 我意识到 不是个人的问题 每个人都被罗织在一张网里 出问题 只不过或早或晚 好在还有父亲 从1938年到1978年 整整40年的日记 几年前 他开始写回忆文章 2020年春节集成 验过刘生 我的青葱岁月初把 他一直认为 和自己从事的有关苏俄史 东欧诸国经济社会转轨 俄国知识分子等学术研究相比 这类随笔属于 可有可无的闲文 没想到却受到了朋友和读者的肯定 和在线追等 历史学者雷伊指出 虽然那些风波 很多家庭都经历过 但经验的特殊之处在于 他经历过西北局 这个特殊历史机构 他从干部子弟到民间的历练与感悟 颇为难得 尤其年轻一代建一读 否则历史就被泛化了 图片 1970年代初 在供销社任职的经验 图受访者提供 卓字卓清自清 图片 书中的第一张照片 是1960年代初金燕姥姥李彩炫 和老爷的合影 姥姥眉目清秀 简单地收领棉服和发饰 也盖不住五官的大气雅致 手自然地搭在腿上 眼力笑盈盈地 给人一种平静的力量 但正是这位慈眉善目的姥姥 不断激起童年经验的叛逆性和革命警惕性 李彩炫的父亲李佩石 是国内最早的民族企业家之一 1920年代经营皮革厂和布庄 后来到天津发展 据说中国的第一块机制线毯 就是他的工厂纺织出来的 老爷是天津纺织业的高层管理人员 家里坐优日据时代棉房厂的木楼 花布沙发 冲水马桶布说 连碗盘都分米饭碗 面食碗 鱼盘 汤盆 水果盘 在西北局大院 长大的金燕 成长的环境再简单不过 好像觉得 世界上就红和白这两种颜色 到了姥姥家 一 怎么还有这样的人 怎么还有这样的物件 1965年 金燕去天津治疗眼睛 住在姥姥家 那一年也是外孙女 和老人的博弈之年 她不爱听姥姥给她讲述 老被创业发家的经历 反驳还不是剥削得来的 艳凡跟着姥姥去探望救老爷 以姥姥之类的资产阶级已老一少 居然有人称呼姥姥为大小姐 听着别扭死了 姥姥告诉在外地的父亲 父亲写信批评金燕 不尊重老人 但那个年份 正高谈阶级斗争理论 11岁的金燕 已经会用报纸语言顶撞父亲 我父亲知道 其实这些眼下时髦的东西 不是做人之根本 他不愿意我变成头上长脚 身上长刺的小造反派 但又不能告诉我 这是政治流行的宣传语言 左右为难的父亲 只好召回了金燕 图片 金燕的姥姥 老爷于1960年代初 天津家中 图受访者提供 好些年之后 金燕才看懂了姥姥 不但是个很懂生活的女性 而且早已跃进是太阎梁 当一些大字报 把父亲妖魔化 连家人一时都难辨真伪 姥姥只淡淡地说了句 我自己的女婿是什么样的人 我心里清楚 世道在变 是非好坏不会变 着自着青自青 一个人的对错 岁月能够证明一切 今夜有三个舅舅三个仪 姥姥总能把每个小家 都照顾周全 只要谁家大人缺位 她立马像救火队员一样 出现在眼前 而且手里总像变魔术 一般掏出一块奶糖 一把花生 几粒瞎人来 用姥姥的话说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今夜暗自惊讶 姥姥小小的个子里 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能量 虽然是资产阶级大小姐 但个类生活小窍门 如鼠家珍 染过的衣物 用眼水浸泡不易掉色 白球鞋刷过之后 蒙上一层白纸晾晒不会泛黄 用白醋浸泛黄的浅色衣服 可使颜色重新鲜亮 有了姥姥这些 结实的生活经验垫底 什么样的日子 经验觉得都能对付了 少年时 她爱上阅读和思考 乃自父亲如染 后来尝试画画 爱做手工 遇到大事不慌 爱笑 多少有姥姥的影子 跟着爱缝纫的姥姥久了 她学会了改衣服 其实衣服改成什么样 倒在其次 从坐下来拆 凉 缝 运的过程中 心一下子就能够沉下来 可以像旁观者一样 把自己抽离出来 冷静而平和地看待问题 衣服改完 心情也调整复位了 图片 插队的日子 图金燕 小小生命攻击者 图片 采访那天 摄影师选中了 金燕 所在小区的一片石头景观 做背景 只是 老有那么几代 施工留下的水泥袋 不知趣地和拍摄对象同框 摄影师正走过去 想搬走水泥 穿着半截裙的金燕 静置上前 把几十斤重的水泥袋 徒手搬到几米开外 看着文文静静的女教授 一点不含糊 让人一下想起了 他笔下的龙溪丹水岁月 1965年 犯了修正主义错误的金燕父亲 被发配到西北农村的基层生产队 去改造思想 那年儿童节 金燕离开了 从出生就私混在一起的伙伴 和当时算得上 舒适的大院生活 与家人一道 迁往甘肃省的定西专区龙溪县 定西常年干旱 赤平 他后来下乡插队的地方 老乡们早上起来 洗脸都用瓦 一共三口水 一口竖嘴 一口擦眼使润脸 剩下一点搓搓手 那时整个龙溪县城 有六七眼常年不断水的方景 金燕他们家里 每一眼景的距离 都在一里路以上 父亲要去生产队劳动锻炼 母亲要上班 挑水的任务自然就落在 兄妹三人的肩上 两个成年人 用的大铁皮筒 装满水有七十斤重 筒大人小 走起路来晃晃悠悠 金燕通过观察和琢磨 发现挑水要用巧劲 起身要稳 走路要扭 腰枝借着扁淡摆动的节奏使劲 我还懂得 水桶上有漂浮物 摇晃中的水 就不易洒出去 于是夏天摘两个 向日葵叶子 冬天放两块三合板 他自称是家里百分之七十的生命攻击者 因为课本里说 人体物质的构成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水分 但比起后来 在北部山区插队的弟弟 他已经算好很多 龙溪北部要吃酵水 挖一眼酵 把雨水积攒起来沉淀后饮用 酵底鸡的水如黄泥汤 也被当成活命水 去看弟弟时 他给金燕讲过一个故事 村里一个小伙子 成了半碗干炒面 本来应该 加水搓成块状吃 但他整个脸 埋在碗里吃得及 竟让炒面给呛死了 多年后境况改善 姐弟俩对水的态度 大相径庭 金燕在家 洗衣复生的水 会流着在洗脱布 恨不能上厕所 都赶堆的 为的是少听一次 那让人心疼的流水生 弟弟却什么都可以省 就是不能省水 见了水清的跟什么似的 恨不能把上半辈子 欠的水债全补上 我也能理解他 因为当年的生活烙印太深了 爹妈不在 自己当家 留着极短的运动头 脖子上挂着钥匙行走 用老人的话说 像蛮厚的条皱一样 搁在一边就长大了 他跟着男生一起运煤 脱梅 和女生一起拾柴 包马杆 笼西种植亚马 亚马长成割下来 先在池塘里凹几天 等纤维与金杆剥离后 便可剥麻 做引火材料 在那样物质匮乏的地方 他照样学会了烟线菜 做浆水 当地一种连汤带水的酸菜 做脚团 补鞋 挑合身体等重的两桶水 去苗圃除树苗 在河滩里装沙子 帮人胡信封 胡火柴盒或者拆棉纱 父亲说过 艰难岁月中像男孩一样 皮是破烂一点好活 男孩一样的装扮 给金艳添了一份 生活所迫的保护色 而在抑郁旷野 和汹汹而来的运动里 他也锻炼出了不怯场 不轻易服输的个性 甚至还培养起 连父亲也不太擅长的技能 学会一口溜溜的当地方言 和乡民们打成一片 随着局势变化 看着那些 此前得意的外地人被批斗 本地人多少是 有点幸灾乐祸的 我父亲是搞理论工作的 他不太能够 在人际关系上打得火热 只是完全沉浸在 他的世界当中 我母亲后来就要好得多 每次邻居们 向妈妈要点边角纸张 或未机的落土粮食 他都尽可能地有求必应 巷子里的人 都称呼我爸金老师 叫我妈他精神 看似没区别 其实透着亲书的 图片 金艳的父亲母亲 图受访者提供 激紧之困与功效之谜 图片 父亲沦为黑五类 金艳兄妹虽然偶尔心底里 无奈家庭出身无法选择 但败和谐的家庭气氛 和开放的教育所赐 不能读书的年代 没有被完全荒废 随着生存能力和抗压力的生长 他也开始思考一些基本问题 例如极度的贫苦 究竟源于何处 在龙溪 他结识了一对姐弟 姐姐叫改改 大冬天光身版 穿着一件烂棉袄 他说他从来没穿过毛衣 没穿过袜子 弟弟坐在炕上 就是光身子光屁股 用一个小被子围起来 两个背脚用一块砖头压住 在他插队的生产队 光景最差的家庭 弯 盐都买不起 把盐化在瓶子里 吃饭的时候 用筷子伸进去搅一下 在锅里涮一下 就算吃盐了 虽然情况比改改加强得多 但在菜子公社插队的经验 你会遇到青黄不接的时候 他曾和几个知青拿着口袋 去向生产队借粮 几个人走了15里山路 好不容易拉了一口袋 120斤饲料玉米回去 然而等到月亮爬出山坳 大家才看到玉米里 有太多沙粒和小石头 没法下锅 还得鲜亮晒剥干净 就这凉水嚼四料玉米 有同伴抽气哭出声来 已经心肠变硬的经验没掉泪 脑子里反复盘旋着 小饲养员的一句话 给到嘴边都咽不下去 还怎么活人 他心里泛起嘀咕 为什么所有人累死累活 就是养活不了自己呢 不论是期盼父亲平反 还是指望招干招工 他还是存着他日 跳出农门的念想 公社搞反销粮 可当地农民呢 他们种的粮食 为何不够自己吃 有没有改善生活的一天 他陷入了困惑 1972年 金燕被分配到 离县城40里的基层 供销社工作 按1950年代初 推行供销合作的初衷 他应当是农民 自发地结社购销 然而在计划经济 统购统销年代 供销社演变成了 官方商业系统的衍生品 金燕所在的供销社 是县西南唯一的商业网点 相当于县商业局的分支 完全处于垄断地位 农民自己种的米 养鸡下的蛋 都不能买卖 卖就是违法 必须送到供销社去 他回顾 1961年 国家经济困难 供销社权限再次下放 文革时期又第二次被收上来 1975年 又与国营商业分离 变成集体所有制 自负盈亏 不过 两次下放都不是真正恢复 供销社的民营合作性质 农民的股份并没有恢复 供销社的经营 更与他们无关 对屡次的折腾也没有说法 图片 供销春秋 图金燕 金燕到供销社时 刚刚经历过一打 打击反革命活动 三反 反贪污盗窃 反投机倒把 反铺张浪费 运动 商业局势重视之地 甚至有人因贪污罪自杀 多半是因为货物短缺 一时说不清楚 会计出纳门 最怕的是盘点 以前每半年盘点一次 一打三反后改为 每个季度都要进行一次账 或前三清点的三期 设理规定这三项之间的误差率 不能超过个位数 也就是十元以内 对这个规定的不近人情 下面多有怨言 但都不敢提 一次 金燕在工作当中 吃惊地发现 鞋帽足老实巴交的师傅 床下居然藏着一箱解放鞋 一箱帽子 价值大约在200元左右 难道是私藏 贪污 他由于半天 问其老营业员 才得到答案 在平时售货的过程中 大家都要让货物长出一点来 从顾客那里客扣出来 这已经成为不公开的惯例 他这才明白 鞋帽足师傅的一箱鞋帽 是用来贴补盘点差额的 不尽情理的苛刻盘点 要用这类办法应付 不成了越反越幅了吗 他有些迷惑 但也无处诉说自己的感受 但渐渐明白 不是所有的规矩都理据充分 不是所有的违规都该一棍子打死 在商业局系统的那几年 金燕尔文目睹了 好些女性的风雨人生 在《无朵金花》这篇阅读量很高的文章里 他也为业务偶像的算盘先A 与飞行中队长结婚 没想到贪污近2000元 获行十年 年轻貌美的B被猥亵后 与搭自己20岁的男人诉婚 风风火火的播一员 团委书记C先是公开为受侮辱的B出头 后来却由一位极度心与其翻脸 揭发B的作风问题 还演出一场建议勇为受伤 不料却是苦肉计自残薄出名的闹剧 第一个性爽朗 是乐情篮球高手 却冒天下之大不韦生下私生子 亦有侠义和正气 指出C英雄事件的漏洞 是一片喧闹里难得的清醒女子 一位和叙述对象比较熟悉 原型也都健在 金燕采用了半虚构的写法 你遇到这些女性时 自己还不到20岁 那时能明白那些人情世故吗 好多事是后来才懂 当时商业局势 运动 重灾区 套用现在的话来说 她们都是高颜值女性 我那时小 又觉得那些运动 是应该搞的 又觉得 其实她们都是好人 有的还是我挺仰慕的人物 金燕说 而雷姨 从故事里读到的是 为了生存 各家有自己的门路 本事 这就是在建构很复杂的社会关系 图片 东欧建文 图金燕 对俄罗斯和东欧 风云变幻保持关注 图片 1977年 金燕考上了兰州大学历史系 苏俄历史专业硕士 哥哥和弟弟 也同时考上本科 一门三人同时中举 成为陨西县 轰动一时的新闻 滴水穿石 下乡的时候 金燕定期 带着一个小木箱 只要回家便会换几本书 无非鲁迅全集 马鞍全集 列宁全集 还有从老高中生那里 搜罗来的俄罗斯小说 连高中的语文课本 也反复摩缩了好多遍 本子则是自己裁切的纸张定成 读书笔记 书信 日记 什么都写 弟弟也时常拿食品 去跟过去的老师换一些书 英文 数理化 拿起啥就读 没有功利心的求知 却为日后打下了基础 不过 各类全集连篇累读 如何克服枯燥感 金燕说 总是可以超脱一下现实 毕竟把自己 放在历史当中 可能还会好一点儿 后来我们也谈起 说在那个年代 又不像现在这样 什么信息都了解 我们为什么还要表现 那就是一种 没有希望的希望 因为你要抓住一个东西 不管它是虚无的 还是别的什么 但有这个东西在 就比没有强 1990年代初 在波兰访学期间 金燕透过自己的亲身观察 把东欧建文带到国内 也实现了 个人学术历程的转型 从研究一切从哪里来 加上到哪里去 之前我觉得 我跟时代一点冲突都没有 就沉浸在我的专业当中 后来才有了 研究转轨 关注现实的自觉 后来有了一点感悟 也许我所扮演的角色 可以给中国读者带来思考 图片 金燕在波兰华沙大学 从回国之后写旧的 新厄乡继承 火凤凰与猫头鹰 十年沧桑 从东欧到新欧洲 到后来获得学术 读者双重口碑的 道转红伦等著作 再到今天 金燕始终对俄罗斯和东欧 诸国的风云变幻 保持关注 文学评论家李靖 是在1980年代末年的大学 他说自己所属的七零后 是最早进入雍长时代的一代人 再也没有大时代的轴心话语 轴心思想和轴心阅读 大家都比较分散 比较个人化和日常化 有点历史诗教的感觉 他觉得幸运的是 那时受到过金燕 王小波等人思想观念的熏陶 真正的思想烙印 还是中国这些武林后学者和作家 给打下的 像金燕老师谈到的 路标文集 路标学派 都给我很大的精神支撑 而在《验过留生》这本里 李靖感受到了 作者彭博的生命力 那时候人对于环境的耐受力 和从中激发出来的生命力 是现在的人 没有机会体会的 现在的人 有点过于安全了 保护过度了 这是不好的 尽管如此 金燕认为 对逆境的抗争 本身不能成为歌颂逆境的理由 你说回过头去 我要感谢和赞美 那段生活吗 当然不要 采访结束时 谈及此 金燕呼得肃然 回忆和记录 是为了让人为阻断的历史 不要失真 是为了我们不再犯错 按道理 此时的金燕 是他自认为最好的时候 想写的东西很多 再也不用 被工作所事纠缠 我特别喜欢 一位先生说的一句话 我比归我用 当欧洲一体化遭遇难民问题 民粹化 再到谁也无法把握的 新冠疫情 当共时越来越难以达成 未来会成何种走向 人类是否能够超越 所谓激进与保守 去寻求真实的价值 金燕没有停止过 观察和思考 参考资料 验过刘生 我的青葱岁月 及该书线上读书会会议记录 感谢李战福对本文的帮助 福利 感谢您看完这么长的文章 感谢您的观察 感谢您的观察 感谢您的观察